飲食經營 向營環保減照拖擺風 是很多企業專業以及努力的目標 陸國鄉有企業是採用全國頭一台 立東的電動山鳥 和團統價差有的比起來 是可以減照六十五拍拖擺風 並且企業表示 這不是先進社會指定而已 同時也能夠減照等療育的身份 一起握著鑰匙 再進行一張最後的大合照 將鄉前生的修飾交給壓制 現在看到這台稱齊色的車輸 是全台灣第一台立東電動山鳥 六個鄉有企業 為了鄉原環保減照拖擺風 今年是採用順電的山鳥 現在也表示 經過高層 傳統茶油一天需要五千至六千塊的油錢 改換順電的 台油只需要八百塊的電池 不然環保也能夠減照支出 那我想節能減碳是世界公民運進的責任 那既然我們要選購設備 我們當然就首先是把電動產磚機 當唯一的選擇 那我經過評估以後 就是他也的確幫我們省了很多錢 那我們一天大概需要 五千塊到六千塊的才有的費用 那選了電動產磚機以後 我們在離風時間充電 一天大概只需要八百塊的電費 因為充滿電 只需要三百八十度的電就可以充滿 充電充滿百 只需要十八千 就能夠做八十十點錢 當時跟傳統茶油的影響比較起來 可以減少百分之六十五的電池風流 不然工廠後年提升 應該可以達到環保的概念 那他對碳排放的減量 可以超過百 跟傳統茶油引擎的來比 都可以減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那我們的那個工作效率 也可以成長 跟傳統茶油引擎 也可以增長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 最大的一個效果點是 現在一個碳的碳碎的排放 一夜十一的精神 將來對整個企業社會責任 環境保護 電動的發展已經是一個 不可避免的趨勢 環保官僚越來越受到 同時 很多企業也慢慢轉向改變 以減少打排放的目標錄裂 不然是真企業的社會之力 也讓企業 用雍修發電的經營目標來錄裂 記者稍後看 查文報道